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但是我不想伤害我的养父母 怕村里边的人认出来之后 对我的议论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了 他们还是挺支持我的 来的时候他们把我送上来北京的车 走的时候他们还说去吧 这是一次机会 错过了也许可能会后悔一生 你说你父母支持你来找 你还戴着面照怕他 2011年的时候 我参加过咱们中央电视台的法制晚会 做过寻星节目 我回去的时候村里有人说我白眼狼 有人告诉我养父母 说他们白养活我了 给他们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在我们那个宝贝回家遇上的特别多 这些孩子都想找家 但是他们都非常顾虑 一个是顾虑怕养父母接受不了 另外就是顾虑他们村里人会怎么去看他 对这些孩子正是给施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寻亲失败后 牛小鹏一家压力重重 四年间 牛小鹏度日如年 备受煎熬 是该继续 还是放弃寻找 牛小鹏犹豫不决 四年后 小鹏决定戴着面具 继续寻亲 这四年间 他都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 那他们这么大压力你想过放弃吗 想过放弃 我看了咱们的等着我的节目 看了师姑 看着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 他们过着 生不如死的生活 那种痛苦当中 后来我还是决定继续找下去 如果今天当个里面没有你的亲生父母 你还找吗 我会继续找 我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 有的时候我也问过我自己 看我的养父母那么伤心 我为什么不去放弃 我想过放弃 如果说我放弃了 我的亲生爸爸妈妈 可能就会错过寻找我的机会 但如果说一个人 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找了 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如果说我连 我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是被拐了的孩子 我的父母 亲生父母在那边苦苦地找 而我知道了 我再不去找 我的养父母 他们会怎么看我 我对爸爸妈妈的样子已经模糊 我相信我的样子 已经刻在爸爸妈妈的心里了 你打算 如果找到父母 你这两边父母 你怎么处理 如果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我不能忘本 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 一边是 养了我二十多年 二十三年的养母 这边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养父母家有兄弟姐妹吗 有兄弟姐妹 男孩就我一个 我要对我的养父 养母负责尽孝 包括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哪边离开了都不行 什么时候开始 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就是养父母对我太好 他们对我越好 我越想念我的亲生父母 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 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想告诉他们 我过得很好 很幸福 好孩子真的是好孩子 不哭了啊弟弟 你是多大被拐的吗 被拐卖的 大概在两岁左右 两岁左右 到了这个养父母家 对 是被人贩子拐卖的吗 当时应该算是人贩子 那你怎么知道 是人贩子拐卖的 从我小的时候 好像都是跟做梦一样 做梦一样 经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前面我要回家的时候 前面有人堵 后边有人追 我看到 然后马上看到家门口了 离家有五六米远的样子 一个男的把我抱起来抱走了 这是你做梦的情景啊 我感觉它是真实的 你没问过你养父母 问过他们 他们也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就是别人抱过来 然后就是说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我亲生父母养不起 养不起 兄弟多 就把我给送出来了 但是在我的记忆里 唯一能记到家里边的 跟家有联系的 是我吃猕猴桃的时候 猕猴桃 对 那当时也就好像跟做梦一样 因为我可能是年纪太小 对妈妈的印象比较模糊吧 就记着猕猴桃 妈妈喂我吃猕猴桃 酸甜的那种特别可口 现在还喜欢吃猕猴桃吗 现在我都不敢去吃 这两天我也在劝 我说你认为父母是你的模样 刻在父母的心上 如果父母要是突然看到 这么一个面罩的话 可能跟心目中的孩子不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可能是承受这种压力 还是咱们无法理解的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就是戴面具上场 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所有人都尊重你 我只是想提醒你 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这一幕会在你们 所有人的脑海里面 记一辈子的 而不是旁人的旁言碎语 还是这一句话 大家也希望你猜 但是我们尊重你 你可以摘可以不摘 一边是担心会再次受到伤害的养父母 一边是怕了三十年的亲生父母 顶着巨大压力的牛小鹏 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剧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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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是 是 是这样 我们所有人都在帮助你 包括我们的志愿者 包括我们的公安民警们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最大的力量 在帮你寻找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湖北省黄石市 公安局行政支队的游警官 我们来听游警官给你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 谢谢你 让每一个家庭都平安团圆 是我们每一位公安民警共同的心愿 当得知你 这个要寻亲的信息之后呢 我们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 也高度的重视 立即组组织紧密 在我们的辖区内展开了广泛的调查 发现了两名仪式的亲属 我们也组织紧密呢 专门提取了这两名仪式的亲属 以及灵的血样 我们黄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DNA检验 鉴定的结论为 灵是这两位仪式亲属的生物学后代 从遗传学角度 已经得到科学合理的确信 祝福你 谢谢你 也就是说 我们游警官他们帮你找到这两位 疑似亲属 就是你的亲生爸妈 对 所有的压力 可以慢慢地放下了 现在你最需要的就是 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地 见他们 拜拜 来孩子啊 请把爸爸妈妈领到这儿来 大姐大哥高兴啊 儿子找到了 来坐这儿 来坐这儿来 大哥坐这儿 谢谢你老师 不是谢我 要谢我们的 呃 志愿者 公安干警 很多很多人都在帮你们 当时你跟大家说说 这孩子是怎么丢的 当时 他跟他妈妈 一起到武汉 把他抱走的 别人把他抱走以后 他到去市去找 以后我就上500电视台 就广告 他当时丢的时候多大 当时丢的时候是一岁半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在找你 你看 我这是一部分资料 我找你的资料 有这么合一大提 每次我找了以后 都回去许个记录 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家 每年吃成年饭的时候 我都给你摆上筷子碗 摆上筷子碗 都给你摆了 吃点饭的时候 他都会 我也怕人回家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 就不要去买别人家的孩子 不管你对他好 还是对他不好 他心里是知道 他有亲生父母的 他对他亲生父母的那种向往 我觉得是天性 谁都改不了 我觉得周围的人 也没有必要去指指点点 因为这些孩子 已经受过一次伤害 他们离开亲生父母 已经受过伤害了 当他们再去寻找 亲生父母的时候 不要以成人的眼光 对他们进行第二次 乃至第三次 第四次的伤害 就像今天的当事人 五年前他勇于站出来 结果被周围的人所伤害 他找亲生父母有错吗 他找亲生父母 难道是不应该的吗 他的亲生父母凭什么就得 接受这种残忍的现实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迎来了一位戴眼罩的人 是什么 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 有人戴着眼罩的 看着这些被拐的孩子 小伙子 小伙子满意了吗今天 实现了我这几十年的愿望 我爸爸妈妈的愿望 心里高兴吗 欢喜吗 高兴 好 高兴 高兴啊 小鹏 此刻的团聚 你已期待了三十年 尽情地享受这一刻吧 高兴之余 别忘记你的责任 也变得更大了 希望你能勇敢 坚强地 一直走下去 加油 欢迎 没有